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YG股价飙升29% 一人动向牵动经济公司股价的情况并非罕见 早在2022年6月 全球顶流男团BTS宣布暂时休团 Hype公司股价下跌接近25% 市值蒸发约15亿美元 Yash新闻邀请了时事评论员郭朝和 分析Blackpink牵动的巨大经济效应 所以很多人都说 其实Blackpink好像是被歌手界耽误的名牌红人 也就是说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们虽然是有歌手的身份 但是他们更多时候像是一个时尚的高端分子 如果成功续约 通常经济公司的股价就会大涨 因为续业之后也就代表了说 他们接下来未来至少三年的经济公司的收入 是有一定的营收的 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会觉得说 他们未来发片的几率可能会更低 但好处就是因为现在每个人可以自由去控制自己的生涯规划 所以对每个成员来说 搞不好我们可以看到她 接下来更多个人的更精彩的一些表现 作为第一个成功打入欧美市场的韩国女团 她们或许将成立工作室 完全掌握个人活动 至于四人没有签个人约 是否会拖累股价 这相信是YG娱乐接下来要面对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